好 接下来我们讨论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 一共是四个方面 分别是法律限制 股东因素 公司因素 以及其他限制 好 我们先来看法律限制 一共是这么五个方面 首先是资本保全限制 就是说公司发放股利不能侵蚀资本 换句话讲 不能用资本来发放股利 这里的资本呢 包括股本 也包括资本公计 这个要求其实不难理解 股利是利润分配 分给股东的那得是公司赚来的钱 而不能是股东投给股次钱 对吧 其次 企业积累的限制 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公司的税后利润必须要先提取法定公计金 好 接下来净利润的限制 明确 累计净利润为证书 才能够发放股利 而并非是当年净利润为证 比如公司年初有1000万的未密不亏损 而公司当年盈利了800万元 可以发股利吗 不可以 对吧 因为当年盈利的这800万元 抵了年初这1000万元的累计亏损之后 累计亏损还是付的200万元 公司累计仍然是亏损状态 而并不是累计盈利状态 所以仍然不能进行股利分配 接下来超额累计利润限制 注意 跟前三个限制不一样了 前三个限制不难理解 都是限制公司不能够过多的发放股利 而超额累计利润限制什么意思呢 从字面就能看出来 是限制公司不能过多的保留盈余 为什么呢 防止股东利用资本利得收益来避税 大家记得资本利得税比那个股利收益税 税负要轻 所以为了帮股东避税 公司呢 可能就尽可能少的发放股利 而尽可能多的去保留盈余 以推动股价上涨 这不就能让股东获得股价上涨 带来的那个资本利得收益了吗 继而不就能少交税了吗 所以有些国家就有这方面规定 如果公司保留的盈余 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这个限度 那就会被加征额外税款了 目前我国呢 还没有这方面的规定 再有的就是无利偿付的限制 也就是发放股利 不能侵蚀偿债能力 这个也很好理解 因为债券人对本息的要求权 得排在普通股股东 对这个股利的要求前面 对吧 所以公司发放股利 当然不能侵蚀偿债能力 好 我们再来看股东因素两大方面 首先稳定的收入和避税 注意稳定收入和避税 这两个因素虽然合在一起来说了 但是这两个因素对股利政策影响 可以讲正好是相反的 不难理解 以股利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股东 他当然希望公司支付稳定的股利 而且显然也希望股利能够多一些 对吧 反对公司留存较多理论 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底线了一鸟在手理论的观点 那出于避税考虑呢 你就联想那个客户效应理论 编辑税率较高的股东 他拿到股利收益 要交更多的税 所以他是希望公司少发股利 更多的获得那个税负较低的资本利得收益 来避税的 注意稳定收入跟避税 这两个因素对股利的影响正好是相反的 造就是出于对控权稀释的这种担心 什么意思呢 拥有控权的股东 注意他是希望公司少发股利 来避免控权被税释 什么原理呢 我们推理一下 如果公司发放的股利多 那就意味着留在公司内部的留存收益 这下内部股权资本相对就变少了 好 那如果公司面临融资需求 并且呢 打算维持目标资本结构不变 好 那内部权利资本少 公司就可能需要补充外部股权资本 而公司进行外部股权融资 就可能会引入新的股东 继而呢 就可能会引起控权的稀释 那所以 为了避免控权稀释 拥有控权的股东呢 他就希望公司是少分配 多留存 尽量呢 避免增发新股 好 我们再来看公司因素 一共是这么六个方面 首先 盈余的稳定性 特别好理解 盈余稳定的公司 要不是经营风险地 要不是操风险地 所以 他的筹资能力呢 也会比较强 进而呢 鼓励支付能力也比较高 接下来 公司的流动性 也好理解 发放现金股力 公司那是要花钱的 进而呢 就会削弱 公司的流动性水平 对吧 支付较多现金股力 减少现金丑量 降低公司流动性 所以 如果一家公司 流动性 不是特别好的话 那这家公司 鼓励支付能力呢 也不会特别强 就只能采用低股力 支付力的政策 接下来 举债能力 举债能力强的公司 一般来讲 他的资产的流动性 也不弱 那这类公司呢 就有可能采取 高股力政策 接下来 投资机会 注意 如果公司 有良好投资机会 怎么样呢 就意味着 公司也有较大的 融资需求 他得为这个 良好投资机会 去提供资金来源 怎样呢 这样的公司 他就往往将 大部分盈云呢 用于这个投资 那也就更多的盈云呢 保留在公司内部 那当然 他就 少发鼓励了 所以 注意这个因素 公司 未来的投资 跟发展前景 越良好 公司当期的 鼓励支付水平呢 应当是越少的 因为他很有必要 把实现利润呢 优先留存在 公司内部 而咱前面讲到 那个胜于鼓励政策 其实体现的 就是这种思想 好 接下来资本成本 其实资本成本 这个因素 跟投资机会 是相辅相成的 甚至可以讲 资本成本 这个因素 他就解释了 为什么公司 有良好投资机会的时候 应当多留存 少分配 就是因为 保留盈余 也就是那个 留存收益 作为内部资本来源 他没有筹资费用 其实更重要的是 他的资本成本呢 是典型的机会成本 他不花钱的 所以我们下面谈到 留存收益 作为内部融资来源 相对于外部融资来讲 他比较经济 对吧 所以 如果企业 有扩大资金需要 什么叫做 有扩大资金需要呀 不就是有良好投资机会吗 好 怎么样呢 就应该多留存 少分配 采取低鼓励政策 再好呢 就是债务需要 不难理解 如果公司需要用经营积累 来偿还债务 说白了 得用公司通过经营活动 赚到的钱去偿债 那有这方面需求 那公司当然得减少鼓励分配 毕竟还是别忘了 债券人对本息的要求权 得排在股东的鼓励前面 对吧 好 最后呢 就是其他限制 首先 债务合同约束 一般来讲 债务合同 尤其是长期债务合同 往往呢 会有限制公司 现金支付程度的条款 比如说 现金鼓励的支付程度 那这就限定公司 只能采取 低鼓励政策 再往呢 就是通货膨胀影响 大家知道 在通货膨胀时期 货币购买力下降 对吧 那么 基于历史成本 所寄提的折旧 它是不能满足 重置固定资产需要的 怎么办呢 那就得动用盈余 来重置固定资产 那既然要动用盈余 去重置固定资产 所以公司实现这个盈余 利润 就不能够过多的 用来进行鼓励分配了 那所以说鼓励政策呢 往往是要偏紧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个多选题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 下列关于公司鼓励政策 说法中 正确的有哪些 A 成长中的公司倾向于采取 高鼓励支付政策 说烦了吧 成长中的公司 未来有较多的良好投资机会 和较好的发展前景 意味着资金需求量比较大 而那下面说了 公司在面临融资需求的时候 它首选应当是内源融资 也就是保留那个留存收益 因为它相对于外部融资来讲呢 更经济 对吧 所以公司呢 应该是采取低鼓励支付政策 或者大家也能这么去理解 当公司面临较多的融资需求的时候 公司就不能把挣来的钱 更多的去分配出去 简然不理性 对吧 你现在都缺钱了 你凭什么还把挣来钱 更多的作为鼓励发出去呢 简然不合适 对吧 也可以这么去理解 B 股东编辑税率较高的公司 倾向于采取高鼓励支付政策 也说反了吧 来自于税差理论的思想 股东编辑税率较高 他拿到鼓励收益 就要承担更重的税负 所以他更倾向于让公司少发鼓励 而把利润留在公司内部 推动股价上涨 更多的获得那个税负较低的资本利得收益 所以他倾向于是低鼓励支付政策 好 夺选题 AB上来排除 这个局面太理想了 那只能是选项CD正确 对吧 好 盈于稳定的公司 倾向于采取高鼓励支付政策 正确 盈于稳定的公司 鼓励支付能力较高 对吧 D 举债能力强的公司 倾向于采取高鼓励支付政策 也是正确的 因为举债能力强的公司 流动性也比较好 他就可能采取高鼓励政策 本题答案呢 应当是C和D